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自去年6月开展以来 至今已经有超过14000名国人参与140场对话会 政府表示已经开始着手针对国人提出的反馈修改政策 副总理黄寻才在社交媒体TikTok上载视频指出 国人在对话会中探讨了广泛的课题 包括如何促进公平、深化包容性以及营造一个回馈的文化 国人也针对提升社会流动性以及加强工作和家庭的保障提出建议 副总理将在下个星期二的财政预算中分享更多有关计划 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将在今年的下半年结束 到时政府会把国人的意见会整成报告